畫面中可以看到市場內陷入一片火海 因為裡面充滿毅然霧 甚至還有瓦滋痛 火石一發不可收拾 在現場還可以聽到陣陣爆炸聲響 雪雄大火不斷燃燒 火光瞬間照亮夜空 雙方電源到場 急忙拉起水線灌灸 這起火警就發生在台中市北區的六米街 九號晚間十一點多 突然發生大火 從至高點畫面可以看到 由於旁邊就是東興市場火石迅速蔓延 鄰近攤商遭到火石波及 還穿出有民眾手困 聽到有人叫救命 後面就另外一位叫救人 我們就要送醫了 你去哪裡 去就看哪裡拖 就給他拖 一開始到場的時候 有送兩位民眾救醫 分別是燒燙傷 目前在救醫當中 現場民眾表示 當時有一位將近百公斤的富人手困 該死的合力將人救援出來 根據瞭解這起大火有一男一女 兩位民眾受傷送醫 目前意識都清楚 不過市場為何在半夜突然急火 火吊小組還要調查